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上映了 关于这部MCU史诗及巨制的猜测层出不穷 想剧透 估计不大可能,除非等到4月26日当天,估计到那个时候 网络上就会出现铺天盖的的剧透消息,所以不想被剧透 的影迷们最好在《复联4》当天观看首映 这部三个小时的电影如何处理这么多死去的角色 幸存的角色谁又能活到最后 冲突不上厕所能否坚持到最后 《复联4》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同样也有很多期待 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今年的《复联4》 能否和去年的《复联3》一样,给观众带来震撼 还记得《复联3》观影结束之后,全场寂静 沉重而又悲痛的结局让人压抑,不过也让人印象深刻 原来漫威电影也可以这么演,反派也能笑到最后 超级英雄也有失利的时候 《复仇者联盟4》的导演罗素兄弟回答了这个问题 讲述如何让《复联4》看起来与众不同的 我想说的是,这部电影的基调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他有自己的风格,不同于《复联3》《无限战争》 尽管《复联3》和《复联4》是一起拍摄的 但他们讲故事的角度不同 把这两部电影分开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想把同一类型的电影拍两遍 这样没有新意 罗素兄弟的回答摩棱两可 这两位导演一直在强调 《复联4》会以不同的角度讲故事 没错,《复联4》急需解决各种问题 影迷们很关心超级英雄的命运 不管怎么说 4月26日,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